不只要好好查清楚 那麼就因為接連發生意外 現在恐怕衝擊的 就是復興航空的營運 復興航空的股價 在今天事件發生之後 瞬間打到了跌停 市值在10分鐘之內 蒸發了4億元 那麼以這一次 預估賠償的金額 上看5億元來看 復興航空今年的獲利 恐怕都不夠賠 飛機摔 復興航空的股價 也在墜機沒多久 直直往下墜 發生了兩次的復興事故 那今天第一時間 復興的股價就跌停板了 短短不到10分鐘 市值就跌掉了4億元 還有7000多張賣不掉 投資人信心潰蹄 因為復興航空這一摔 營運恐怕摔出問題 接連的這個復興事故 所以你的保險會 可能會提高 那這個提高 多少會對金銘兩年的獲利 有一點影響 預估賠償加上撫恤金額 上看3到5億 撇除保險賠償不算 等於復興航空 今年預估賺的4億元 恐怕都不夠賠 翻開復興航空的股權 董事長林明森的國產 加上中保就佔了45% 銀行部分開發金 跟兆豐銀行受託 股份加起來也有17% 影響程度都受到關注 董事長他們可能這一個職位 是不是要換有一個 比較董徽安的專業人士來出任 來重塑 這個復興航空的一個形象 多多一年不到 連續空難 就看復興航空 這回危機營運要怎麼營運 將是嚴苛考驗 《多財新聞》中保导